一般的家庭在唐朝的時候 它叫戶戶觀世音家家土地宮 土地在下面是管著你的福德正神 是幫你積累你的福、積累你的德的 這個叫福德正神 戶戶觀世音 上面的壇承中請觀自在菩薩 觀世音菩薩 在這個壇承中 得觀世音菩薩的加持力 所以這個觀音菩薩如果得到有道高僧或者大德開光之後 他就是觀音菩薩的分靈 什麼叫分靈 就是觀音菩薩的靈安住到石頭像上 安住到木頭像上了 從這個像裡面透出觀音身上的光 這個叫分靈成功 那你非得要找到一個肉身師父來做這個事 有的人說師父觀音菩薩的力量多大 還要一個肉身師父 怎麼給一個佛菩薩開光 有的法師都這麼講了 所以有的人就信了 對呀 那佛菩薩力量多大 他用一個肉身的師父來開光 那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觀音不會給自己開光嗎 他會給自己開光 但是他來的時候基本上把那個餡就燒焦了 燒煤了 什麼意思呢 觀音菩薩的量級比我們現在地球上在生存的空間 太陽系的太陽的量級都高 大家知道太陽 那地球如果是太陽來到地球 地球會怎麼樣 全部不是燒焦都化的 什麼都沒有了 連水都給你化乾了 完全灰飛煙滅了 你想觀音菩薩它的量級 我們的成就的 法身佛的所有的菩薩 佛的量級都跟太陽一樣 他們來地球 地球會怎麼樣 不是也是 連太陽系都化沒了 還別說是地球沒了 它那個量級太大了 舉個例子是我們的電燈 電燈要亮 發電廠有電 發電廠有電 直接給電燈不就完事了 可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發電廠的電壓太高 都是幾萬幅的電壓 你這燈泡才220幅 像台灣他們是110幅 那更小 你一接一萬幅的電壓 你們知道會幹什麼 不是燈燒掉了 是外面那個泡都給炸開了 那就是這個道理 發電廠有電啊 要電線幹什麼 不要電線啦 不要變電器啦 那直接接發電廠就行了 所以你們就是這樣聽一些不太明事理 不通法界的所謂的名氣大的師父一講 自己就跟著暈 對呀 你看佛菩薩力量多大 怎麼還用一個人來開光 所有的師父 有肉身的師父 他只不過是這些諸佛菩薩在人間的導線 就是電線 他們那是發電廠 這個師父看他的變電能力有多大 他就敢接去哪一個發電廠 如果他直接可以把發電廠的電 直接變成低電壓了 那他就直接可以敢去連接諸佛菩薩了 那他如果不是 他就是小的電壓 小的變電器 他就不敢連接那個 所以我們不停的修煉 就是從開始能夠做一個小的變電器 最後變一個中的變電器 最後變成了一個大的變電器 直接跟光源結合 直接跟一真法界結合 這個時候一真法界的能量通過你再下來 可以變成每一個人適量的電壓 不會電到他 又能夠讓他放光 這是什麼 這就是肉身師父 所以西藏他把他稱之為上師 上師是能夠變電的人 能夠根據眾生需要多少佛的電 就變給他的人 只是變電器 那上師不是佛 上師是往佛的那個一真法界 連接的那個變電器 那這個變電器的量級有多大 那根據這個上師的修煉的次第而定 他是直接可以連接電源 發電廠 還是要積極變電給他 然後他才可以使用 這是根據這個肉身師父修煉的次第而定 那這就是修煉界有高跟低 有跟低 所以給佛像開光的這些師父們必須通陰陽 能夠和觀音菩薩連通 能夠和你要供的相 一般我們供諸佛菩薩相 他們都是成就了 在一真法界真正成就了 有永生身的這些師父 到阿羅漢就不死了 就永生了 但是你供阿羅漢為什麼沒太有用 因為他不度眾生 所以我們供都是供菩薩以上的 菩薩以上的他是慈悲救度 無緣達慈 同體大悲 他因為有救眾生的願望和願望的心的行為的 這些才成為菩薩 否則他做自了漢 自己這一生修成了 不再來了 這種叫阿羅漢 所以你看我們平常沒有供阿羅漢的 為什麼不供阿羅漢 因為他不幫你的忙 他不度眾生 沒這個度眾生的願 所以我們供什麼 我們供菩薩 供佛 供這個層級的 因為他們度眾生 度眾生等於說 你家裡買了個觀音像 請師父去開光以後 連通之後 那你家裡那個觀音像就是觀音的化身 你請那個藥師佛像 請的就是藥師佛的分靈 那他就是藥師的化身 叫分身化氣 那這個專業術語叫分靈 我們普通人有靈魂 你們在二年級就開始要上這些課程了 有靈魂 三魂 七魄 因為我們的靈魂被天染叫天魂 被地染叫地魂 被父母的胎身所染叫人魂 都是光染了成的 所以叫魂 被地所染的大部分是魄 七魄 形成了地 地氣上來的七魄 所以這個就是三魂七魄 這在你們二年級課程會細的給你們分析 諸佛菩薩他的魂都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 都化成光了 沒有染了 諸佛菩薩沒有靈魂 不要說這是觀音的靈魂 一聽你就是外行 假的 為什麼 你還以為觀音菩薩還有三魂七魄 有的人說 師父你這個開光了也沒給觀音菩薩 三魂七魄 五臟六腑 觀音菩薩他都無亮光了 他哪有五臟 所以真正在藏傳佛教的上師 觀上師也好 觀上面的諸佛菩薩下來 都是只有盧腦腔 胸腔 下丹田 三丹田都像氣球一樣 裡面透明的透出光來 裡面沒有五臟六腑 沒有骨 沒有肉 沒有血 因為他是無亮光啊 哪有像你想著 給觀音菩薩安個五臟 還有給他安個骨骼 還有安什麼東西 有一些人可搞怪了 把他當成人一樣的 實際上他就是無亮光 只不過你那個身體 你用相身來表 他附在上面 這個不叫附 就灌入 從內裡面灌入 他的光 開了光 正規師父 如果把這個佛像開光 他光是從內向外透 它不是外面的浮光 因為他的靈光在裡面透出來的 這個時候這尊像就變成了觀音的分化身 你對著他求 可以請到觀音來 可以還是不可以啊 同學們 怎麼一個個的又搖頭的又點頭的 為什麼可以 有沒有交邊棍 我打誰幾下 你們都快畢業了 for me 課程 老師沒講就打老師好了 量子糾纏 老師也沒講 那就打你們 一人給自己扇一巴掌 醒一醒 要學了要用 OK 量子糾纏 哪怕這邊有一個量子點 那邊有一個量子點 然後這邊一動 那邊就動 那邊一動 這邊就動 所以有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隔閡 沒有 所以觀音在不在你家 這就得了嘛 所以這個是量子糾纏的應用 所以老祖先就這麼聰明 他就發現了這個秘密 怎麼樣 我們為什麼要家裡設一個談成啊 這就是量子糾纏啊 但是你家裡弄了個泥 弄了個瓷 弄了個金屬的放在那 上面沒有觀音的光 能不能量子糾纏啊 這就答對了 一定要把觀音的光 發生點關系 它上面有觀音的 觀音已經分在這了 所以你這動 它就動啊 它就尋生救苦 它就救得過來啊 它對著自己家裡的談成訴苦 對著家裡的觀音求 你就求到東西了 它在那面法界就調兵前降 發下聖旨 地上有誰在去幫忙 所以師父們要通過人來幫你們 前不久我看了一個故事 一個人死了去告觀音菩薩 到閻王爺告觀音菩薩 為什麼告觀音菩薩呢 說這個觀音菩薩失信 說可以尋生救苦 然後不來救他 他很虔誠的富豪 家裡天天拜觀音 結果他走夜路掉到懸崖底下 沒摔死 沒摔死 他就在懸崖底下禱告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救苦救難 就在那虔誠地禱告 結果禱告著來了一對商人 走錯路了 從大路上走 走錯路的怎麼走到小路上 最後走到懸崖邊上 聽著下面咕嚕咕嚕有人念經 這一看有人掉下去了 人家就弄個繩子給他們 給他說 你上來吧 順著繩子綁在腰上 我們把你拽上來 他看看那些商人說 你們走吧 我有人救的 你們走吧 不用你們救的 這些商人一看 人家有人救啊 人家可能在下面 不知道是秘密修煉還是什麼東西的 就算了 走了 走了 等一會兒又有一個軍隊過來 軍隊路過的時候 他們也是走錯路了 然後跑到懸崖邊上來了 結果他們放下雲梯要下去救他 他就看著急了 你們這當兵的身上有殺氣 不要救我 你們走啊 我有人救的 當兵的也走了 走了以後 再也沒人來了 然後就餓死了 餓死了以後就到閻王爺那兒去告狀去了 告觀音菩薩 不守信 然後欺騙他 結果閻王一看 這不得了 告觀音 這到底請還是不請觀音來做被告啊 這還是請示一下玉皇 玉皇說那要請啊 估計這事不是觀音誓約 到底怎麼回事不知道 你還是請觀音師尊走一趟吧 觀音就應約來當被告 這個問了以後 他這一說 觀音說我派了兩隊人馬去救你了 一隊是商人 我讓他們迷了路了 讓護法神迷了路了 帶到你那去了 第二隊是軍人 怎麼都沒救你啊 他一聽 這都是觀音幹的事 所以這個故事說明什麼人 我們人的執著 在你的心目中 觀音是有形有相的 觀音要在空裡放著光 最好還是弄個太空飛船 然後飛下去 把你帶上去 你就上來了 所以你以相求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 行邪道 所有的師父們要在人間做事情 一定是 記住 一定是人 這在我們中國不是道能鴻人 是人能鴻道 記住這句話 在人間一定會有一個肉身師父 替諸佛菩薩在鴻道 一定要找這樣的人去尋找 他懂理論 懂方法 掌握著師父教的那些所有的技術方法 而不是去天天在天上找觀音 在虛空外面去找觀音 我們這裡就有這樣的學生 他剛來見我的時候 聽我又講道 又講佛 又講什麼 又講那個 最後他就轉了半天不肯走 那個時候我在你們的書城那講 講一個報告會 結果他最後轉半天就生他了 好意思跟我說話了 說老師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 我說你求啥事 他說你能不能給我講阿彌陀經 我就聽你講阿彌陀經就好了 我絕對不做你的學生 我絕對不上你這些課程 這些課程好像跟佛法都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聽你阿彌陀經就好了 好不好 我說OK 你既然奇景了 我就講阿彌陀經給你聽 結果他聽了阿彌陀經到現在還在做工 不跑了 再道著 那後來他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走 我說你為什麼不走 他說你是觀音菩薩送給我的 原來他在那一段時間他自己覺得只念佛不能往生 非得要找有一個肉身師傅來教他東西 看看這一輩子怎麼能夠真正往生 他求了以後我就去講課了 他就去聽我報告了 所以他就認定那是觀音菩薩派給他的老師 所以記住 你們要找的一定是個肉身老師 他不是想你看天上哪個菩薩來了 天上哪個佛來了 那個又是什麼大仙來了 給你們的暗語 給你們的極子 給你們的聖誉 這些都不是 一定是肉身的 他說話 你聽得懂 你說話 他也聽得懂 所以這是大家要重視 但是家裡的談成很關鍵 一般的你們學佛的都鼓勵家裡設佛堂 現在條件還可以 我們住的條件不是太差 像在日本他們很差 但是他們在東密盛行的那段時間 他們都弄一個小櫃子 這麼大的佛堪 然後他要拜的時候 他把門打開 然後上上香拜完了 念完經 因為又在臥室裡 所以他又把他蓋上 就這樣學佛 因為他那個時候環境二戰期間確實太艱難了 我們現在基本上客廳是有位置的 擠一擠 還是可以拜佛的談成 你覺得你跟哪尊佛有緣 還是要請談成回去